华为手机有望年底回归 警惕境外钓鱼室情报搜集 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有人呢给我留言 想让我聊一聊华为最近的消息 然后呢我到网上啊去看了一下 结果看了一下呢 发现呢华为最近呢没有什么消息 尤其是有关华为手机和华为智能芯片的事 但是呢最近这个路透社呀没闲着 到处得给你宣传啊 路透社在一个星期前就说了 华为的手机呢有望年底回归 然后呢又说 华为的人工智能芯片之前停产了的升腾910 现在呢有望年底量产 这两个消息呢 哎传开了之后呢就有人呢开始说了 说这个东西到底是真是假呀 这个东西是不是咱们得搞清楚有没有这回事啊 然后呢有没有人说在华为内部知道这个消息啊 放一放这些消息 然后证实一下就这个 我看到了这个之后 我发现这里边有问题 我有什么问题呢 我就有一些警惕了警惕什么呢 一种钓鱼式的情报搜集 我们之前说了美国呢对中国的制裁或者对中国的这些出口管制呢 他关系在什么地方呢 是如何进行如何进行精准打击 而这个精准打击的背后是信息的查询和情报的搜集 怎么情报搜集呢 他要知道中国的芯片具体的发展到了什么程度 中国的芯片在哪些方面有差距 哪些方面已经超过了美国 哪些方面呢正在追赶 他需要这个东西 他需要华为现在准确的情报 他也需要呢有关中芯国际等中国芯片企业的情报 他怎么办呢 通常呢是利用几个手法来进行呢钓鱼式的情报搜集 也就是说呢把消息给你放出去 放出去之后呢 然后等待回应 如果一旦有回应 他从这个破口之后呢 他就趁虚而入 然后呢用他们惯用的手法呢 就能得到这样的情报 得到了这样的情报之后呢 他就拿到自己这边 然后呢进行分析 分析完了制定相应的政策和相应的对策 这个东西呢就是美国常用的 而这个情报搜集呢 美国呢经常用 中国这边呢之前往往呢保护的不是很好 使得呢中国发展规划和发展规划当中的这些机密呢 很容易呢就流露到海外 流露到美国这块 流露到美国这块呢 等于说美国看着中国发展 看着中国这边打名牌 然后呢美国进行相应的对策 使得呢中国相关的企业呢损失惨重 所以当我看到这个消息之后 就是华为手机强势回归 升腾910芯片有万年年底量产 这个事儿我就呢进行了一番思考 同时呢我想知道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想看美国要到底怎么去做 关键点是什么呢 这个东西比如说涉及到手机 涉及到手机 它一般涉及到两点 然后呢网上呢现在就有人开始聊了 涉及到两点两种情况 华为手机如何回归 一种情况呢是低劣度量产 什么叫低劣度量产呢 比如说他们设计的是中芯北方 中芯北方是中芯国际生产的啊 中芯国际生产的芯片 中芯国际终于可以给华为代工了 之前为了配合呢美国的制裁呢 就没有这么做 中芯北方是怎么回事呢 你别忘了中芯国际呢用的是外国设备 主要呢是那些先进设备 中芯北方呢是完全去美化的生产线 用的光刻机上海微电子的 用的耗材是中国各大国产企业的 所以中芯北方呢现在呢 基本上听他们说呢 已经传出来接近28纳米的生产线了 他说了中芯北方去美化的生产线 给华为生产手机芯片 然后呢不保障良率 不保障良率呢良率达不到60%70% 可能达到30%20% 然后呢他的产量非常低 大概年底呢仅仅会产200万部 然后有人呢就开始宣传了 哪怕200万也是从0到1的突破 也是中国芯片里程碑 是中国芯片里程碑 但是大家要明白这个东西他们要干什么 对不对 这个东西他们要干什么 他为什么想知道这个情报 这是一个 中芯北方大家在猜测 另外一个呢就是中芯国际 中芯国际运用现有的技术呢 可以达到7纳米 理论上可以达到7纳米 据说之前呢也做到了7纳米 但是做的芯片呢是矿机挖矿的芯片 现在呢他们肯要做这个华为的这个核处理器 然后呢这个芯片的良率呢相对而是比较高 如果是7纳米的话 而且能保证高的良率 那么华为手机大规模的这种量产 大规模的回归到市场 那个可能性就极大 也就是说强势回归还是有可能的 这是涉及到手机 然后路透社又开始说了 涉及到人工智能的芯片 因为华为呢之前有一款人工智能芯片 叫升腾910 这个升腾910呢是7纳米的 但是问题是什么呢 因为这家伙呢也被美国给制裁了 所以量产不了 量产不了 然后美国最近呢又对中国断供了 英伟达所生产的A100 现在华为的如果能量产的话 升腾910大概能达到A10060%的功率 60%的这个模拟运算能力 所以呢有总比没有强 然后这块又是说中芯国际呢 用现有技术可以生产到 生产到呢可能生产的不是手机芯片 手机的强势回归呢可能还等一段时间 主要呢是人工智能的芯片 这个东西有没有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 关键点在什么呢 因为之前我们知道美国呢 仅仅对华为进行全面限制 对华为呢进行全面封杀 封杀不是华为获取芯片的能力 而是封杀华为自我研发的能力 使得呢华为有能力研发 但是呢没有能力进行芯片的量产 因为其他的大工厂呢不给他代工 因为呢害怕美国的二阶长臂管辖之制裁 尤其是中芯国际 中芯国际在2018年达到14纳米生产 生产线 然后呢2022年又达到7纳米 所以呢理论上中芯国际是可以给华为生产的 但是现在因为由于美国之前的长臂管辖 使得中芯国际呢有所顾虑 他就配合美国的制裁 但是现在呢我们也知道 美国全方位的封杀 中国的芯片生产生产这个 这个厂厂家嘛 然后大规模的断供 中国的这个光刻机啊 克施机啊 耗材啊 靶材啊 类似这些东西 以至于呢 现在美国对中国的打压是全方位的 而不是针对某一个厂 使得中芯国际就可以配合 之前是配合美国的制裁呢 现在呢就可以不去配合美国的制裁了 因为之前我配合你的制裁呢 就是说你可以让我继续运作 但是现在呢我配合你制裁呢 反而你开始制裁我了 那么现在我就可以呢 就不配合你了 我就可以给华为生产了 现在不需要配合美国的制裁了 就这么一回事 所以呢有人说呢中芯国际 终于呢把腰杆子停下来了 开始呢勇敢的给华为生产芯片了 如果这个新闻属实的话 那么我个人认为呢 是里程碑的突破 之前呢中国的企业呢 害怕美国的制裁呢 不给呢不给这个华为代工 现在呢中国 这个芯片的生产厂商呢 走出了这勇敢的第一步 其实他这个前提是什么呢 中国开始封杀美国的这个细有金属了 细有金属进行出口管制了 就是说你制裁我 我制裁你 你要是接着制裁我的厂子 那我制裁你的稀土 我制裁你原材料 咱都别生产了 就是这么一回事 中国政府敢于反击 然后呢中国的企业呢就敢于跟进 这个呢是一个良性的运作 但是这个问题在这儿呢 就是说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真事 如果这个事是真的的话 那么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突破 然后呢等同于呢中国开始呢 反首为功了 那这个东西呢就非常关键了 但是如果这个东西它不是真的 只是这个消息呢随便的飞 这个消息呢随便的传 那我们就得好好的考虑为什么了 为什么现在仅仅是路透社在炒作这个话题 仅仅是美国 仅仅是英国路透社一家在疯狂的宣传这个东西 然后宣传这个东西呢有一大堆人给起哄 一大堆人起哄了之后呢就要求真相 为什么要求真相呢 因为很多人很爱国 很爱国的人渴望突破 渴望突破呢 他利用了这种心理 然后呢就求真相 求真相呢可能呢就吸引到华为或者中心的大厂 这些厂里的人呢就把一些消息透露出来 这些消息透露出来之后呢 就可以满足这些人的这种这种这种追求 但是满足这种追求的情况下呢就得到了真相 得到了真相之后 然后呢如果急于搜集情报的这些人呢 就得到了这些重要情报 他就知道中芯国际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他就知道华为现在下一步的目标在什么地方 怎么如果去反击美国怎么去反击美国 然后美国呢因此呢就可以制定政策 是要么对中国进行加追追加制裁 要么呢就是说影响某些企业的业务 但是美国也知道如果追加制裁的话 中国反击呢很有可能就是断供稀土 甚至解放台湾 这种事如果发生的话 那美国呢就等着损失了 关键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 美国其实特别想知道中国芯片厂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发展到什么程度之后呢 他可以进行相应的这种补救 什么叫相应的补救呢 比如说呢中国28纳米呢已经量产了 或者14纳米马上量产了怎么办 开始呢放开一部分制裁 对中国进行广泛的清销 为什么这么这么做呢 就是利用自己的惯性优势和这个生态优势 惯例优势和生态优势实施了之后呢 用自己的生态的这种优势的把控 然后呢对中国进行清销 使得中国国产的这些产品呢 不能得到广泛的应用不能得到正确合理的这种迭代 这个是他们想要做的 这就是为什么他要急于求成的去干什么呢 去搜集这方面的情报 而且呢这条消息在什么时候发出来了呢 在老妖婆耶伦离开中国的第二天 然后呢中国对美国稀有金属管控的一个星期之后 大概一个星期之后这个新闻出来了 这个新闻出来了卡在这个点上 用路透社这种这种这种私人媒体放出来的消息 放出来的消息 然后有人进行炒作 有人进行炒作等同于什么呢 就是说他要把这个虚的一个东西 就是说想知道的情报最后呢变成现实 有这种可能 所以呢我们呢一方面可以看到 华为的手机有往年底回归这个消息 如果是真的的话那是皆大欢喜 说明呢华为回来了 而且这里边更应该感谢的 更应该赞扬的更应该点赞的是中芯国际 终于迈出了那勇敢的第一步 但是如果这个事不是真的 或者这个消息放出来之后 仅仅是路透社放的消息 而华为中芯国际都没有放出任何消息的情况下 那我们就需要警惕境外钓鱼室的情报搜集 免得自己呢以后的规划呢 被我们敌人或者我们的对手知晓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也就是说呢爱国想知道渴望突破 这个很关键 但是更好的保护自己的产业 更好的保护自己的情报不外流 这个是更关键的事情 我们大家都期待华为手机的回归 我个人还是用着老华为2018年拿到的手机 我还坚持着呢 我还要等大概一到两年 华为手机回归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不是说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年底 他早晚会回归 但是关键点是什么呢 关键点是回归是按照华为的医院和中芯国际的技术水平 关键是在这个 而不是哪一个节点 因为哪一个节点具体化了 那我们的对手也就知道具体的发展路径了 这个反而对我们的生产呢是不利的 这就是为什么说呢 我们可以期盼华为手机或者升腾910人工智能芯片成功量产 同时也要警惕美国西方这种钓鱼式的情报搜集来保护自己的产业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 喜欢大野猫节目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定位请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